這個是不是美容儀器來的 這個是遙控 哈哈哈 這個遙控像美容儀器一樣 尖型的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來到 Upper House Vacation 我們說一聲就來到酒店 它是位於金竹 Pacific Place上面 它的Lobby要坐上一層 電梯才到達 由於太多人check in 我們就在這間Between 買點東西吃吃吃 其實這間cafe 在大館也有分店 我們叫了士多啤梨三文治 和蛋三文治 而士多啤梨三文治 是比較好吃的 還叫了一杯薑的Latte 你好 進來吧 我們這次就來到 Upper House Vacation 首先進來 這裡就有個裝飾 很漂亮 有藝術感 一進來就已經是睡房 不如先說這個地方吧 這裡就有一張書桌 另外呢 就有一些插頭啊 還有LAN線啊 兩個USB 兩個插頭 然後這些是影音線 左邊這裡呢 就是一個mini bar 它的mini bar都是free的 它還有一部咖啡機 這部是Elly的咖啡機 熱水煲 看看是甚麼mini bar 首先這就是餐具 這些是甚麼來的 開紅酒的東西 然後這個toast 這裡有一個多屎爐 很特別 第一次看到有多屎爐 那這個呢 是有些甚麼呢 先來看看 就是mini bar有的東西 看看是甚麼 Cocaman 不是這個是消化餅 四包消化餅 四包NOS 還有H&M H&M H&M? H&M?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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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有些N&M 那就是有這些mini bar的食物 然後另一邊呢 就有一些酒杯 看看這裡有些甚麼 這個就是茶包 那就是用這個牌子的茶包 第一次看到這些Capsule 它是Elly的Capsule 我覺得我們一會兒要玩一下 好大顆 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 然後呢 這樣打開 對了 這樣打開 那酒呢 就要收費 這些汽水就不用錢 就有這些汽水 對啦 新出的那種No Sugar的可樂也有 還有這些應該都是酒吧 啤酒是不用錢的 就是這個 Pironi的意大利啤酒 那這些就要錢 對啦 大酒是要錢的 對啦 這些也是 燒費的 對啦 那呢 再看看這邊 這裡下面呢 是有些插頭 USB 漂亮的 那呢 看看這個有甚麼 這個是不是美容儀器 這個是遙控 這個遙控整個美容儀器 這樣 尖型的 OK 很特別 這個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 今晚睡的床 那就是IG 那這張床 是特別矮的 在這間酒店裏面 看看另一邊呢 那這裏有些 記錄紙 電話 那還有一個Bose的喇叭 床邊還有一些按鈕 對啦 那特別呢 我想介紹這盞燈 那它很搞笑的 這個開關就是這裡 那就是領這個去開關的 那我也摸索了一會兒才知道 這裡就是一個維港景 那就可以看到尖沙咀那邊 還有中環那邊也看到IFC 你看到IFC ICC也看到的 就是這樣 這個景色非常漂亮 這個梳化也挺不錯的 那再看看這裡有些什麼 那這裡呢 有兩張濕紙巾 兩支手洗手機 那這個就是口罩套 那這個金色的設計呢 都非常高貴 不過它是紙造的 這個是電視機的遙控 再來這邊呢 就有部電視機 不知道這些開不開到的 我想是開不了的 OK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神秘的門 那我們就打開看看 這裡就是浴室兼衣帽間 那我們就介紹了衣服間 那首先呢 這裡就有一張梳妝桌 那就是一塊鏡子 那這邊呢 就有兩個插座 那這裡就是風筒 那我們就可以猜一下 這間酒店是用什麼風筒 那我就看得出 它就不是單神來的 那是什麼來的 是Pamazonic 這個很大部 這個 都不太好 先收起來 隨便 看看這邊有什麼 那 這裡呢 就有 傘 還有Yoga mat 還有一些laundry bag 有Tor 鞋礦 然後呢 還有一些鞋擦 也在這裡 看看這裡有什麼 這裡就是隔板 下面那些也是刺的 不用打開了 OK 那這裡呢 就是雙水龍頭 加分位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很特別的 就是沒有脂妝水提供的 那所以它就會有一個水龍頭 給你喝水 有點像Hotel Icon的設計 那就是用3M的 那就直接飲用 不用煲的 梳洗用品呢 是用Bamford這個牌子的 那這裡呢 有些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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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棒 化妝棉 那它也有呢 牙刷牙膏提供的 那有一支售口水 那這一邊 就是這樣 那不是啊 這個寫著 噢 音樂 但是不知道哪裡開 我們一陣會玩 再進來這裡就是馬桶 那它就有部電話啦 那很好笑 那這裡有些 紙給你 可能大大的時候 寫一些靈感 寫有個 垃圾桶 但是這樣 很大的垃圾桶 好了 那呢 再走過來呢 就是這間酒店的打卡位 就是一個浴缸 還有看到外面 剛才聽說的 那個維港景 那我們就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 有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刷新的 一個 東西 就是有一個 Soap 然後呢 這個就是肉簾 嗯 味道也挺香 就是有SPA那種味道 耶 後面呢 就是一部電視機 那就是有兩件肉袍的 那這裡也有更多的毛巾放在這裡 還有一個裝飾品 再進來呢 就是洗澡的位 那它也是用這個BEMFORP的 洗澡用品 那它這裡呢 那它這裡呢 都還有一個 番茄在這裡 的 那就是這樣啦 那 那房間就 介紹到來這裡啦 BEMFORP有FREE POPCORN 的服務 那就可以看著氣息啦 那我們就圍錄了 這個是Anniversary 所以就送了一碟甜品來啦 我們就叫了room service啦 那這個是一個dinner set來的 首先前菜就是這個 摩辣哥的炸雲吞 這個我已經分不出是什麼了 是啊 我每樣東西吃 先拍一拍 先拍一拍 之後再後期寫什麼 牛麵蝦 我們現在開餐啦 最後還有甜品 還有野飲 鏡頭一轉 就是第二天的早上 那我們就想去49樓那裡吃早餐啦 我們住第二層 其實 是啊 看那個電腦都知道啦 我沒想到 這個好像香菇啦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吃早餐的餐廳 Salistera 這個餐廳門口超級漂亮 我們都很好運 我們都很幸運 被安排了坐在一個窗邊的位置 可以看到維港景色 我們叫了杯cafcino 安迪就選了港式早餐 有點心拼盤 粥啦 還有炒麵 我選了英式早餐 我就選了英式早餐 有香腸薯餅 還有餐廳的餐廳 煙肉 而蛋呢我就選了Poach eggs 另外有希烈乳酪 還有多士的 那你覺得這次的staycation怎麼樣啊 我們預約了3500元 包了1100的dining credit 還有包了早餐 我覺得都算OK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浴缸的景 其他配套都正正常常 都合格的 那我就覺得我們昨晚吃那個room service 是蠻好吃的 對 這個薯仔是炸得很好吃 那早餐呢 早餐你覺得怎樣 早餐正常常 沒什麼特別 那你會喜歡吃中式還是英式的早餐 都是中式 我選擇英式 好了 記得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拜拜 拜拜